一次这边是罗斯脱平吉布森 然后加上伯格斯和这个谁 奎格利 奎格利今天新秀 罗斯这边脸被打了一下 好像打到左眼上了 这边罗斯因为被打破了 所以说要进入一个现场的暂停 来给罗斯处理一下伤口 所以裁判本身出于控制的考虑 也不想做太多让局面更紧张的事情 不过感觉上这个动作确实可以升级 因为感觉约尔杰克逊 他在下手的时候 他的眼睛看着的不是球 而是罗斯的脸 希望约尔杰克逊 还是怎么说下手轻点 终于联名状